大家好,今天會教大家做一個剪紙成結的書籤 你知不知道其實剪紙已經有幾千年的歷史 它是中國傳統藝術入面非常重要的一部份 其實剪紙最初源於漢代 當時的人就會將它們做一個祭祀品 相信剪出來的形狀可以代表著它們的願望和祝福 隨著時間的變遷 剪紙已經慢慢發展成為一種獨特的藝術形式 在中國各地廣泛流傳 中國的剪紙種類非常多 每個地區都有它自己獨特的風格 目前北方的剪紙作品 就以簡潔明化的幾何圖案為主題 如意住吉祥如意 而南方的剪紙作品 多數以花、動物和人為主題 色彩比較豐富 而且更生動一些 除了不同地區、不同城市的剪紙作品都很不同 每次北京的剪紙作品 多數是比較簡潔利落 以紅色為主 予以住喜慶和祝福 而上海的剪紙作品 就是以細膩的技巧和細節的描繪 多數以民族文化和城市風暴為主題 剪紙需要非常精湛的技巧和耐性 剪紙師傅更加要好好掌握剪刀的力度和角度 還要了解不同紙質的材料和特性 更加要具備豐富的創造和想像力 才可以剪出不同形狀和圖案 在剪紙中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技巧 叫做陰陽剪法 先說陽剪法 它是將圖案直接剪下來 成為作品的正面部分 而陰剪法就是將剪下來的部分成為陰影 再用另外一張紙作為襯托才能見到作品的全貌 這種結合和對比才能令剪紙更加立體和有藝術感 中國有很多出名的剪紙作品主題 如百花齊放 就是以各種花位為主題 象徵著心機和繁榮 龍鳳舞牆就是描繪中國傳統神話入面 龍和鳳凰在空中偏偏起舞 寓意住吉祥和祝福 四季花開就是以四季變化和花位為主題 展現了四季的變遷和生命的循環 長魂碎獸就是以兩者為主題 寓意吉祥和幸運 還有喜著報春 是描繪喜著在春天報起 象徵著春天的到來和新生活的開始 現在剪紙已經不再是一種傳統藝術形式那麼簡單 它更加被廣泛應用在裝飾 禮品和手工藝品等的領域 你可以在中國的節慶和婚禮的場合 看到它的身影 那些人會將剪紙的作品貼在窗上 表達著對美好生活的祝福和期望 另外隨著時代的發展 剪紙也都開始和數字技術所結合 模似電子剪紙和數字剪紙那樣 這些新興形式保留了傳統剪紙的風格和特色 同時也都結合了現代科技的創新元素 呈現出更多樣化的創作方式和效果 總括來說 剪紙作為中國傳統藝術的一部分 不僅展現了人民豐富的創造力和想像力 亦都承載著對美好生活的追求和祝福 剪紙是中國文化的寶貴遺產之一 亦都是世界藝術寶庫中的一火明珠 如果你想感受當中的魅力和獨特之處 我們接下來就一起跟師傅 體驗當中的樂趣了 大家好,我是姚師傅 今天會教大家做剪紙承結的書籤 首先讓我介紹一下桌面這裡的材料 我們包括有一個紅蠟紙 同時會有一個底色的紙 將我們做的作品托印在書籤上 同時我們要準備剪刀 而我們選用的剪刀是一個剪紙專用的工藝剪刀 還有我們需要一支筆 畫了的圖案底紙 我們會教大家如何製作一個龍頭的線稿 然後也會示範一次如何剪出來給大家看 我們現在就會教大家如何在這張紅蠟紙 後面是紅色的 我們去畫一個線稿 我們的龍頭會是一個對稱的圖案 在畫的時候我們先把紙對摺一半 對摺的時候記得我們要對齊 然後把紙對摺一半 開口在我們右邊的 畫的時候可以先勾畫了外面的輪廓 然後我們再畫中間的一些細節的步伐 首先我們會畫了那個龍的額頭 額頭我們可以預留位置比較高的地方 但我們預留一點角的位置給他畫的 然後我們畫角的時候可以稍微有一點彎曲 還有它有一種向上升的動態 這裡是額頭 而我們會畫龍的耳對 耳對是有一點尖上去的 然後就是龍的毛髮 毛髮就是一個尖的形狀 鋸齒形 我們可以一邊畫的時候 一邊向下收窄 做一個下巴的 我們可以先畫完這個下巴的位置 下巴會是一個比較短的毛髮 所以我們就會逐漸逐漸地向下 最後下巴的時候 我們是一個橫向下凹的一個下巴 這個就是我們外面的輪廓 然後我們會再加一個龍的長的鬚 我們會在這個位置加一個鬚 而那個鬚是會向上勾 做到一個許許餘生的動態 之後我們就會畫中間裡面的細節 首先我們畫了額頭上面的寶珠 還有額頭上面的花紋 花紋是一種皇冠的形狀 代表著龍是一個很有威嚴 尊上尊貴的一個生物 同時也是一個神獸 耳朵 眼睛部分我們會先用一個倒轉的腳趾形 去畫他的眉毛 然後我們眼睛是以一種留白的形式 去突顯眼珠 這個就是我們的眼睛 我們龍的眼睛 因為龍的鼻是比較長一點的 所以它會有兩個皺摺在上面 一個先是向上勾 一個是向下 鼻可以畫大一點 鼻窩 然後就是鼻底 嘴巴比較大 還有牙在上面 畫的時候我們由上至下開始畫 然後斜下來 再畫龍的舌頭 舌頭呈現一種心形的形狀 我們就會去畫一個一半的心形 還有下面我們會有一點點去做下巴 面上面的花紋是一個半月形的形狀 它會畫兩個 還有一個葉的形狀 兩頭尖中間闊 這個就是我們畫的一個龍的草土 示範就到這裡 一會兒我們就會有一個 預先做好的一個圖案 我們會去教大家怎樣去開始剪這個圖案 我們現在就 會去跟大家去開始剪這個龍的圖案 剪的時候我們有一個口缺 由複雜去到簡單 由小至大開始剪 我們可以看一下這幅圖案 一個比較複雜的地方就是中間的部分 我們會把中間的線剪掉 剪的時候可以用這個方法 就是當它們是一個對稱的圖案 一次過把它剪出來 輕輕在這裡接一個對稱軸 對稱的線 然後我們去開始剪 然後我們去開始剪 剪的時候 我們 剪刀是 盡量不動的 我們動的是一張紙 我們會 好像逆時針一樣去轉 上面這兩個月牙形 我們就會找回它們的對稱中間點 然後我們就會剪另一個 然後我們就會剪二朵這個洞 我們也是當它是一個對稱的形狀 然後我們去摺一摺它 我們剪了一些洞之後 我們就剪對稱線上面的一些圖案 我們由鼻上面這條線開始剪 然後我們剪完這個圓 然後就是鼻頭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我們要小心一點轉彎 轉彎的時候你看到紙是旋轉的 但是剪刀是不動的 然後我們剪下巴這個線 然後我們剪幾個比較大的圖案 我們會由鼻開始 然後再剪眼睛和額頭 最後我們剪的嘴巴 我們要留意一下 額頭的部分是比較多曲折的情況 所以我們會先在下面這裡開始剪 然後我們順著尖的地方 把這個地方逐個逐個去剪 你剪到這個位置之後 我們可以先剪齊了它 然後把不要的地方撕走 這裡我們要小心一點轉彎 最後這個位置 最後這個位置我們可以用剪刀的頭 它輕輕剪一下 下面我們這個眼睛都是一樣 先剪了下面的一條線 剪的時候我們可以沿著它的輪廓 來剪 眼睛是一個圓形的 所以我們要轉那張紙 小心一點 有時候我們的剪刀需要放在紙的上面 或者放在紙的下面 取決於我們旋轉的方向去順手 最後我們剪完這個嘴巴 我們先剪了 舌頭心形的部分 在這個位置 在這個位置要小心一點 我們的剪刀 因為紙已經開始越來越細張 所以我們要放輕我們的力度 我們剪這道精細的時候 可以用手指 托著 剪刀下面的刀片 去輔助我們穩定我們的手 我們已經把中間的 需要剪走的地方已經剪好了 最後我們就是剪外面這個輪廓 我們由下至上開始剪 剪到竹梢的位置的時候 我們要小心一點 因為這個部分是比較幼細 我們可以稍微向下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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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剪完之後我們清理一下桌面 我們可以打開 輕輕打開 我們有線的地方向下 我們可以按壓一下 讓它平整 我們就完成了一個龍頭 我們完成了剪紙之後 我們可以拿一張色紙 剪成適合的大小 像剛才一樣 我們可以托近我們的作品 在上面去做一個書籤 可以是零形的形狀 或者是正方形的形狀 好 我們龍頭的剪紙部分 就已經完成了 剛剛講解完剪紙的部分 接下來就要講解繩結了 中國的繩結其實是一種古老而獨特的手工藝 它是以繩的結線方式 來創造出各種美麗和富有意義的圖案 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一部分 中國繩結有著悠久的歷史 和深厚的文化底蕙 中國繩結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幾千年前 最早的記載可以追溯到商朝時期 繩結的技術主要是用於綁工具和武器 好像弓箭和劍等等 這些繩結主要是基礎結線的技巧 用於固定和加強物品的連接 隨著時間的變遷 繩結的技術逐漸發展成為一種藝術形式 被稱為中國繩結 在漢代繩結的技術開始在裝飾和禮儀方面 得到廣泛的應用 繩結被用於在製造頭飾、服飾、灰飾和燕匯裝飾等等 這些繩結作品用它精巧的工藝和獨特設計 很受歡迎的 在魏晉南北朝時期 繩結的應用就開始擴展到宗教和禪宗文化的領域 繩結被用於製作佛珠和念書 用於禪修和祈禱 至於去到唐代 繩結的應用就更多元化 成為宮廷和貴族社會的重要裝飾元素 繩結被用於製造頭飾、服飾、配飾之外 屏風、壁畫和燕匯裝飾都出現 同時繩結也開始被用於元林藝術 製造各種繩結花位和圖案 來到明清時期 繩結的技術發展達到了巔峰 繩結不僅被用於裝飾和禮儀 還成為一種重要的文家藝術形式 人們經常用繩結製造各種日常用品 例如手袋、綫、燈籠等 由減拓的農村風格 到華麗的宮廷風格都有 中國繩結有很多不同的類型 例如門花結、團錦結、雙聯結、十字結 清廷結、吉祥結和蝴蝶結等 當中的門花結、吉祥結、十字結 就最偉常見了 多數都是予以住美好、繁榮、幸福、和諧等 充滿祝福的意思 中國繩結的特色 在於它繁複而優雅的圖案和結構 繩結的文理和形狀 可以通過不同的結線方式和結點組合來實現 像扭扣結一樣 一個有一個緊密的圓形結 就可以成為一個窄實的扭扣 梅花結就是以梅花的形狀和文理為靈感 雙魚結就是由兩個相互交錯的羽形狀結構為成 形象生動 這串繩結是不是很漂亮呢? 看真點,當中的織法都挺複雜的 中國繩結的技巧需要熟練的繩結師傅來掌握 他們還要熟悉不同的結線方法和結點組合 才能夠根據設計的要求 創造出精確的圖案和形狀 熟練的繩結師傅還需要具備創意和經驗 才能夠把繩結這門藝術發揮得淋漓盡致 在藥償生活中 中國繩結可以在不同的場合 體現到它當中的美麗寓意 好像在婚禮上 人們經常會用精緻的繩結作為禮品或者裝飾 代表著身分夫婦的幸福和團結 至於在節日和慶典活動上 人們都會用很漂亮的繩結 來裝飾一下場所 增添喜慶和吉祥的氣氛 另外 中國繩結更可以用於 個人的配色和飾品的製作 好像手鏈、頸鏈和鑰匙扣等等 這些繩結是用它精緻的工藝 和獨特的風格受到人們喜愛 中國繩結作為一種古老而徵戰的手工藝 承載著中國文化的豐富內涵和傳統價值觀 它的歷史悠久、種類繁多 具有獨特的特色和技巧 無論在禮儀場合還是日常生活中 中國繩結都能展現它的美麗和寓意 成為我們追求吉祥幸福和美好生活的象徵 由我來教大家中國繩結 首先我們來介紹一下 中國繩結所有需要的道具 我們有珍珠版 然後這個繩結的領域 準備了一些膠紙 然後我們有大頭針 有樓梳 我們有鉤 鉗、剪刀和最主要的繩 就這樣了 首先我們準備一條大約1.5元的繩 將它對折 然後把頭放在這裡 用大頭針先固定頭 我們固定位置 然後做膠紙 幫我們固定圈 然後我們這時候 再多打兩個圈 先把第一個圈放在左手邊 第三個圈放在這個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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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我們出了一個形狀 有一個口尖中間 我們將會搭的 我們由這一條 會搭過來 上邊、在手邊 左手邊這一條 就會搭過來 右手邊、上邊 由上邊這一條 就會搭過來 下面 這邊、右手邊 最後這一條 右手邊 就會穿在左手邊 這個位置 首先搭上去 我們可以先做一個勾 壓著它 這個位置 現在上去 上邊 壓著之後 我們先用膠紙 貼一貼固定位置 然後我們就在左手邊這一條 我們可以先撕到膠紙 它就會搭過來這一邊 然後我們可以用膠紙 再貼上這個位置 固定方便 然後把它搭過來 然後我們就在上面這一條 先撕到膠紙 進來的時候 我們可以用我們的 鑫捏著它 我們把這條 先撕到膠紙 先穿到这边的圆圆 穿到这边的圆圆 大概有三个圆圆和尾尾 现在可以转到方向 把这边的圆圆放在这里 这样我们就会拉回位置 可以从两边拉 大幅出了这个形状 现在我们拉完三个圆圆的圆圆 现在这个是正面 先看看背面是什么样子 背面是四个圆圆的 现在我们用正面来做 正面重复到你刚才的步骤 首先这里会上去 压着它 过去 接着它 继续固定它 再到左边这条 右边的上边 然后上边这条 打斑在下边 记得要压着它 再从右边这条 穿回这个圆圆 穿不穿的圆圆 里面 我们得出的大 只得出力 有三三个圆 现在我们可以撕下膠纸 先将两个圆圆 挂上去 刚才我们为了正面和背面之分 其实我们背面还在用处 我们背面这四个圆圆 现在就可以 拉出来 这样就可以慢慢这样 一条线 拉出来 拉出来 一圆圆 切三个成结 完成了 现在我们可以挂上酥酥上去 酥酥就这样 如果想要长短也可以 我们现在可以剪一段 一点 先把圆圆穿到酥酥上 我们可以用肩帮手 把酥酥上 可以用肩帮手 那我们出来有成品 那我们可以用肩帮手 先用肩帮手 先用肩帮手 这个圆圆 我们先把这个圆圆穿过去 剪帮手 成结 就完成了 看完今次的教学 相信大家都了解多了 这两种的传统手工艺 希望大朋友小朋友 都可以一起到家 试下做这个这么漂亮的 剪子成结书签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